即将担任亚克中期BOSS的欧布蒙斯王,到底是何许人也,奥特曼的剧场版BOSS里,到底能有多卧虎藏龙? 众所阿粉周知,剧场版作为奥特曼系列作品中,烧钱的大同,由于是要往电影院大萤幕上搬的东西,所以往往远古都会,做得格外的用心,各种大场面使得尽的堆。 而很多被我们津津乐道的奥特曼团战的名场面,其实也都是出自于剧场版,而由于在剧场版里,奥特曼总是成群出现,所以为了平衡双方战力,编剧往往都会选择,把剧场版的BOSS往死了加强,以至于诞生出了很大一批,实力相当夸张的超级反派,本期阿伟就来给大伙盘一盘,奥特曼剧场版中那些强到变态的恐怖反派,那么往,欧布蒙斯王,不知道大伙知不知道,其实在亚克刚放出消息那会,外网那边就已经有一个,疑似在远古上班 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,泄露出了一张,亚克中期片尾曲的照片,而在这张照片上,恶然就印着,盖亚剧场版,超时空大决战中的最终BOSS,欧布蒙斯王的大脸,虽然这张照片还刚发布没多久,发这张照片的哥们,就连人带账号,一起人间蒸发了,但这张照片,却依旧还是引起了强烈的讨论,网友们很快就推断出,欧布蒙斯王,极有可能是亚克中期的BOSS,而其实早在这之前,亚克刚放出,使用想象力的设定后,就有不少的奥秘, 都想到了这位,虽然出场次数极少,但实力却极为强劲的冷门反派,无他,单纯的就是因为,这哥们的诞生,本身就跟想象力有着很强的关联,最强合理怪兽,欧布蒙斯王,是由一个名为浩的小逼灯,在一个可以实现任何愿望的红球的帮助下,将自己想象中的,可以轻松打败盖亚的最强怪兽实体化后,诞生而出的场物,这哥们不仅实力强大,还可以分裂出两个完全不同的怪兽,可以说是相当的变态,但了,这都不是重点,重点是他的设定,他是浩想 想象中的怪兽,而咱们的亚克呢,同样也是主角庸马,再重点是想象中的英雄,好家伙啊,这不就全部对上了吗,想象怪兽,大战想象奥特曼,这光想想,就觉得期待只拉满了有没有,那么,德拉西翁,要说这么多年来,剧场版Boss中B格最高的,那肯定就是非德拉西翁莫属了,作为于雷杰多同等阶位的存在,德拉西翁可以说是,目前为止,最为神秘的Boss之一了,为什么呢,因为这位,就跟银哥中,王国那位金人大王一样,都是虽然频繁地活跃在人物对话中,但� 却并没有正式的,以皮上的形象登过场,甚至连个具体的形象设计都没有,而且与金人王不同的是,金人王以后,是极大概率会出场的,毕竟他这要还是不出面,那王国那边可能就要玩完了,但是德拉西翁却不同,虽然在银哥二中,他的名字,依旧被高斯和杰斯提斯提及,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,这哥们在短时间内呢,估计就只能是,以背景版的形式出场了,当然了,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,倒不是因为,德拉西翁是啥边缘人物,单纯就是因为,他的B格实在是太高了,德拉西翁又称大宇� 的创世神,大宇宙的正义者,大宇宙的预言家,大宇宙的制裁者,是一个充当宇宙法庭,和制裁机器的实体,咱们别的都先不提,就这几个头衔案往那一砸,这就是奥王来了,不也得理让三分啊,而且如果这样按银哥意义上来说呢,人家也并不能算是正儿八经的反派,而且非但不是反派,甚至还在某些设定中,他还被任定为是M78星云所在的宇宙创世神,而且更夸张的是,他还是个相当牛逼的预言家,咱们就拿英格2来说吧,当时高斯和杰斯 之所以能及时赶到现场,并帮助光州国众人度过危机,正是因为德拉西翁预言到了阿布索留特一族,将会危害多元宇宙的平衡,而且除了这些较为直观的表述外,在不少侧面的小细节上,也无不体现着德拉西翁的恐怖实力,雷杰多大伙都认识吧,传说中的战士,大宇宙意识的化身,当年的德拉西翁开着行星破坏机千兆恩多拉,给他炸出来之后,他也就只是个反手扬了千兆恩多拉而已,而此后面对开着舰队,大军压尽的德拉西翁,� 就光从这段对手戏而言,最起码在地位和必格上,德拉西翁是绝对能跟雷杰多平起平坐的,而能坐到这个位置的人,实力又能差到哪里去呢?再说了,就算他真的是个小喀拉咪,人家不还有舰队吗?小样,一个弄不死你,一轮火炮骑射,还能弄不死你吗?那么三,害怕杰顿,作为有恩必达新人,在奥特曼传奇中,搞出来的怪兽天花板,传奇害怕杰顿,一直都凭借着过硬的颜值,夸张的战地,和强大的实力,在最具人气怪兽榜当中,占据着 处于自己的意识之地,作为究极生物兵器,恐惧和绝望的化身,虽然如今的后背越来越丢人,甚至已经有了要沦为新人来杂兵的趋势,但这却一点都没有影响,传奇害怕所带来的威望,作为目前唯一一个可以跟神秘思考打得有来有回的强大存在,当年传奇害怕,刚登场的时候那个烟雾家背后的灯光,阿伟是真能记一辈子,这简直就是教科书般的压迫感塑造,而除了压迫感之外,传奇害怕的实力也是相当的恐怖,先是随随便便就打爆了戴拿高 后来哪怕是在面对赛家时,传奇害怕也是跟他打得有来有回,看上去甚至还有那么连,势均力敌的意思,最后要不是传奇害怕掉进了陷阱,被砍去了翅膀,恐怕就连赛家要战胜海怕结盾,也得花上一番功夫的 作为官方认定的,新人代最强,乃至史上最强的怪兽,格里姆德在设定上拥有着凌驾于光芒和黑暗之上的混沌之力,如果放任他破坏的话,那么整个宇宙次元都会被他摧毁,而在太家超拳机当中,极为详尽的描述,他是在宇宙光暗未分时,就已经诞生的混蛋魔神,拥有着无穷无尽的混蛋之力,是所有宇宙次元恐惧的对象,而混沌之力也是所有光明与黑暗的来源,你瞅瞅你瞅瞅,这设定写的多吓淫呢,这用的可是,比光 和暗还要更加本源的混沌之力,而且大伙要知道的是,我们在剧场版中,所看到的格里姆德,其实还是已经被削弱过的,因为语如在光芒分明之后,混沌的力量因此也就不断减弱,所以格里姆德的实力也是在不断衰退,可就算是这样一个被阉割版的格里姆德,却依旧是逼出了号称史上最强,超级无力战士的令家,好家伙,像是格里姆德全神时期,那我简直想都不敢想啊。好了,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,欢迎大家指正补充,进主页,带你了解更多奥特曼。